同意我去德国去发展 这个在当时来讲 这是很先进吧 我觉得可能这方面来讲 作为一个教练 他没有任何私心 不是说我留日杨成 是为了我球队怎么能让 他是考虑我的发展 这点非常感谢他 在主教练金智阳的支持下 俱乐部同意了杨成的申请 不过杨成真要想在德国踢球 还必须通过一道考验 视讯 所谓视讯 是指球员在正式加入球队之前 跟球队训练一段时间 通过视讯 如果双方觉得合适 就可以正式签署转会合同 而视讯期间 无论哪一方出现问题 都可以终止合作 当时考虑更多的是开阔一下眼界 当然之前也是想多视几个俱乐部 但是很遗憾在法兰科夫第一次视讯受伤了 那次富人带有点撕裂 所以养伤用了一个月 本来可能视讯大概一个月时间就可以了 结果我用了三个月 其中养伤用一个月 最终 商欲付出的杨晨 凭借出色的表现 赢得了法兰科夫主帅的青睐 也为自己赢得了一份 为期一年的租借合同 作为一名第一次登陆得甲的中国球员 杨晨的身边充满了好奇和质疑 他该如何用行动证明自己呢 现代子球 起源于十九世纪的英国 经过了一百多年的发展 这项运动渐渐成为全世界最流行的体育项目之一 在足球盛行的欧洲 德国队有着光辉的历史 1954年 德国队缔造了博尔尼奇迹 在瑞士击败了如日中天的匈牙利 首次捧起了世界杯 从那时起 德国战车的威名响彻足弹 在贝肯鲍尔 穆勒 克林斯曼等球星的带领下 德国队先后三次夺得世界杯 虽然对德国足球充满敬仰 但是直到近距离观察德国足球 杨诚才明白 德国足球强大的背后 是一种深厚的足球文化 在德国比如说 他卖的套票 咱们这边叫套票 可能就是家族性的 因为这个套票和这个座位 原先是我爸爸或者我爷爷 他们就坐在这看比赛 这是一种完全的足球文化 这个在欧洲呢 无论德国或者其他几大联赛 这都是很普及的 很普遍的 我曾经听说过汉堡有一个球迷 说看了一辈子球 最后临死的时候说 我的骨灰就给我埋在这体育场旁边 就行了 就说它完全是一种热爱